鲁鱼咬勾了 夫子 他果真成为了我的小师弟啊 你可喜欢 当然喜欢 这小子 没想到 真的走到我的面前来 史上最户独自的老师与大师兄 即将诞生 就在刚刚 龙庆皇子在夫子的幻境中 为了光明的信仰做到了灭情觉醒 脱离了本心违背了书院之道 反而是宁缺在幻境中 经受住了最后的考验 夫子把他带入了小时候 他与将军少爷之间的选择 宁缺从小到大都是向死而生 依旧选择了举起柴刀挥向将军少爷 我的蚕是黑的 爽生的脸也是黑的 从小到大 我都是这么选的 这不代表我是错的 就算你认为我是错的 我也不在乎 因为你的想法 关我屁事 宁缺在最后依然做到了坚持本心 很显然是宁缺的选择与做法 得到了夫子的认同点赞 让宁缺提前走出了幻境拿到了水漂 他一直在你身后 对比你先走出幻境 这是夫子的选择 你被淘汰了 这么说我已经出去了 夫子为何不宣王 恭喜小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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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宁缺拿到水漂的那一刻起 他就成了书院的团宠 与此同时 恰好在外游历的夫子吃着爆冰 忽然感受到冰与火的美妙 我既要着冰又要着火 因火相容才是真正的美满了 夫子知道颜色大失 一生都在苦密传人 这才让二师兄君末 约颜色大失在书院的后山相见 二言真 您的体育是 冰火都能相容 您的意思是 夫子的意思是 等宁缺 上到二层楼之后 便可拜您为师 修行服术 此时的颜色大失 见心肠所愿 已是孝竹颜开 然而就在宁缺刚刚获得 书院十三先生与颜色首图的头衔 奇料再回老笔斋的路上 便遇到了西林杀手无名 宁缺受到了无名 及其刺耳的铃声压制 顿时昏迷贪软倒地 被无名带到了一个偏僻的院落之中 宁缺慢慢地从昏迷中醒来 无名说完再次晃起了手中的铃铛 宁缺立刻感到浑身剧痛男人 就在危机的关头有人破门而入 来人正是神符失颜色 无名拔剑刺向了颜色 奇料颜色手臂一挥 便将其扇飞了数掌 他当年就错了 他为什么要一错再错呀 大神官没有错 他就是黑暗的影子 他就是 但是书院里是三千层 还是我颜色的徒弟 为了正道 何惧生死 双方大战就此开始 此战也代表着颜色 从此站在了细灵光明殿的对立面 只见无名手持长剑与颜色近身缠斗 走不了两个回合就被颜色直接打脸 颜色见无名没有丝毫收手之意 于是决定不再留守 一个重重的耳光是 将无名再次击飞树杖之外 重伤倒地 无名深知与颜色的实力悬殊太大 决定释放燃烧自己的所有念力 来捍卫对光明的执念 颜色看到无名使出了最强一剑 当即截出锦字神符护全了周身 此刻无名倾尽了全身念力 画出了无数飞剑 从四面八方无死角的刺向颜色 依旧没能撼动突破锦字符 此时此刻两人的对齿陷入了僵局 颜色就图心切 当即蓄力加强了伏力 破开了剑阵 无名接过被震回的长剑 顺势使出了一招必杀技展向颜色 眼见颜色难以抵挡之际 忽然飞来一把方正宽直的铁剑 直接将无名刺穿斩杀 铁剑在空中稍作停顿 便不知飞向了何处 之后宁缺正式败了颜色为师 从此开启了修行服术之道 书院和颜色早已达成了协议 划分单双日来轮流教导宁缺修行 而颜色为了让宁缺早日领悟福导 便带着宁缺游历了整座都城长安 让其亲身感受着世间万物皆是福 其实福就像雨水流过万物的动态痕迹 福道便是念力与天地元气之间的衔接 在颜色大师孜孜不倦的教导下 宁缺在门口关雨时 突然心有所悟 手指探出以雨水为机 以元气入末 画出了人生第一道福与自福 从此宁缺已服入道 登上了日字卷天书 宁缺 我一直想要在战斗中求道 看来你我之间必有一战